大家好我是范琪斐 今天我來給大家出個題目 限時搶答一下 準備好了沒 我要問喔 Ready OK好 你知道你投資賬戶裡面有多少錢嗎 123媽回答 我不知道你答出來了沒有 我是答不出來啦 因為我錢很多一下算不出來 這怎麼可能嗎 當然不是啦 我是神經很大條那一種 我的投資賬戶呢 可能大概 半年看一次吧 差不多 這樣就行了 但我老公就不是啦 他照三餐看的那一種 你知道這個股市波動大的時候 我簡直被他煩死 你看一下子他高興的不得了 我今天那個航運股 漲了兩百塊了 一下子又看他這個吃不下飯 我那個航運股跌到只有十塊了 這是在舉例OK 我對於航運股完全沒有意見 這是投資賬戶 還不是銀行存款呢 你如果看你這個銀行存款 是每天在那邊這個雲霄飛車 心臟是要多大顆啊 但是現在在薩爾瓦多的民眾 基本上每天心情都像在做雲霄飛車 因為他們有個天才總統啊 就把這個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之一 在四月匯率最好的時候呢 一枚比特幣還值6.3萬美金 到六月的時候呢 已經跌了一半 只有美金三萬出頭 但到了十月呢 還有大漲了一波 你想想看喔 台幣如果是這樣跑你受得了嗎 我們先來看今天的菜單 把比特幣變成官方貨幣可行嗎 薩爾瓦多就想這麼幹 邦交國又少一個了 尼加拉瓜第二次跟台灣分手 而且火速建交中國 日本記者在俄羅斯勃命採訪 只為了傳遞真正的聲音 亞馬遜寄出超優渥的薪水 來搶員工 其他中小型公司都不用混了 再過每幾天就要迎接2022 什麼樣的顏色最能代表2022呢 你沒有聽錯 復古當道超簡單 這個傳統手機正流行 那今天的The Point 我們就來聊聊 女性的生育權到底是屬於誰的 好那我們現在回來看 這個新聞見面看 這個薩爾瓦多總統布格雷 就是這一位 我們來看一下 他這個長得真的是有點像這個饒舌歌手 那今年6月的時候突然就丟出一個法案 說要把這個比特幣列為法定貨幣之一 跟原本使用這個美元並行 你要用美金也可以 要用比特幣也可以 那原因是國內有七成的民眾 有的因為窮 那有的是因為住在偏鄉 所以沒有銀行賬戶要領錢很麻煩 用比特幣呢就可以促進普惠金融 也就是不管你是什麼階級族群 都能夠享受到金融的服務啦 但改貨幣這麼大的事 從宣布到上路呢 只花了三個月 而且布格雷呢對比特幣有著堅定的信心啊 居然就拿國庫的錢去買比特幣 雖然9月剛上路的時候呢 比特幣就一路下跌 就害他被罵到臭頭 不過大概從10月開始狂漲 而且還是狂飆30%那種漲 國庫呢就賺了400萬美金 當時大家就想說薩爾瓦多 在疫情之後經濟受了重創蠻嚴重的 那這筆錢不無小補吧 結果沒有 他說這筆錢要拿來造福毛小孩 就蓋了一間超大的動物醫院 所以上個月呢布格雷又突然說呢 要發行10億美金的債券 這就是政府出去借錢啊 結果錢借來了之後 他又通通梭哈了這個比特幣 那一半是拿去買比特幣 等著讓他增值 那一半就拿去買設備 準備要大挖礦啊 加蓋一座這個比特幣城市 而且呢這座城市就蓋在火山旁邊 可以用地熱來發電挖礦環保又省錢 那11月底呢 Omicron這個變種病毒出現的時候 全球市場就開始恐慌的 拋售金融資產啦 那比特幣的價格就跟著 跌到了5.4萬美金左右 他老兄竟然又還加碼進場 就花了500多萬美金啊 就逢低埋入了100個比特幣 因為他說一定會漲 免怕啦 所以這個總統到底是理財高手 還是騙子呢 沙爾瓦多民眾 對於比特幣的感受如何呢 官方的說法是大家都很喜歡啦 已經大約有300萬人 已經下載這個比特幣的錢包 Trivo嘛 那大概是全國人口的一半左右 不過根據公民研究中心 這個十一院的民調 今天如果買一根熱狗 你會用比特幣還是美金呢 那百分之九十一點四的人選美金 就百分之四點九的人選比特幣 外交這次的報導則指出 民眾根本不是因為喜歡比特幣 才下載錢包的 很多人根本是連比特幣 什麼都搞不清楚 他們看 他們看準的呢 是這個開戶獎金 也就是開戶以後呢 就可以達到價值 相當於30美金的這個比特幣 這等於是送你30美金嘛 所以這筆錢換成是 我是不是不拿白不拿呢 結果在九月七號 比特幣上路第一天 一堆人就信聰聰的下載這個Trivo 然後就馬上要把拿到這個比特幣 然後去換美金的時候 就發現 你不是說給我30塊嗎 只有怎麼只能換25塊啊 因為當天比特幣就跌了一成 這時候大家才驚覺 原來比特幣的浮動 是會造成資產瞬間縮水的 很多人就想說天啊 那以後呢 要是用比特幣當薪水 不就跟發股票當薪水一樣 那我到底是賺得多 還是賺得少呢 難道以後 還要每天上班間看盤啊 而且Trivo錢包的系統 可以說是漏洞百出 比方說呢 沒辦法認證用戶的照片 只要生認證號碼 跟出生一月日有對 他就讓你註冊 就導致很多人的身份被盜 獎金領光光 總之大家初次認識比特幣 印象都不是很好就對了 其實不只是店家 不知道該怎麼樣定價 消費者不確定自己有沒有買貴 連政府都有點緊張 因為他每個月得要付1.5億美金的 公務員薪水跟退休金 如果都換成比特幣 那真的會是一團亂 那首都聖薩爾瓦多呢 就已經開始招標 看看有哪一間金融的公司 可以幫忙來確保 比特幣支出的價格穩定 讓公務員薪水會退休金 不會暴漲或是大縮水 那目前就傳出有一間瑞士公司 願意跟薩國政府 來做這個一個簽一個期貨的合約 用一個比特幣5萬美金的價格 跟政府買 不受到市場價格的影響 也就是說 如果當天市場價格是 一個比特幣換4萬美金 那麼薩爾瓦多政府就賺了1萬 那如果市價是6萬 那政府就虧了1萬 但影響比特幣價格的原因 百百種欸 那你這根本是拿政府的財政實力去賭吧 那國際貨幣基金也看不下去了 就指出一半人用比特幣 當投資工具是你家的事情 但一個國家拿來當法定貨幣使用 這真的是太危險了 第一是這個加密貨幣 它其實繞過主管機關 跟央行來監管的代幣 波動很大的 整個國家的經濟都會直接受到影響 比方說政府在徵稅的時候 如果用比特幣算那國民也用比特幣來繳稅 但政府支出可能是用美金計價的 那政府的財政收入是不是就有兌換的風險呢 第二在國內商品的價格 也可能變得非常的不穩定 就算所有的商品都用比特幣計價好了 進口貨品跟服務 卻大多是用美金計價的 這就會導致價格大幅的波動 國際貨幣基金也指出 薩爾瓦多在2001年 就是因為法定的貨幣科隆 貶到像廢紙 所以它是改用美金的 這不就是求一個穩定嗎 結果卻現在呢 還引進一個波動更大的比特幣 對國內經濟勢必造成衝擊 第三 比特幣的這個去中心化的特性 代表交易不用透過銀行監管 很可能被有心人士拿來利用 或拿來洗黑錢 或是資助恐怖主義等不法活動 就導致國家的信用下降 還可能影響到外交 另外萬一比特幣的系統被害了 因為沒有法定發行營機構 可以追索的話 就可能導致民眾受到很大的損失 那又有人抗議啊 政府不應該拿納稅人的錢 去買比特幣 布格雷就說 那我不用買的 我自己挖總行了吧 布格雷提出了這個用地熱發電 來挖礦看起來好像可行 但薩國的地熱發電建設又不完善 以現階段來說呢 自己挖礦並不划算 外交政策就指出 比特幣的挖礦最大的成本就是電 所以玩家呢 只要有能力就會想辦法到電費最便宜 或政府不會抓國家去挖礦 但是薩爾瓦多的這個工業電價 是每千瓦小時 約台幣3-4塊錢 比挖礦的全球平均價格多了3倍左右 根本就沒什麼經濟效益 薩爾瓦多的媒體呢 還這個直接到東南部的這個城市 貝爾林的礦場就算給你看 他有多賠本 一個礦場呢 花了4天才挖到價值269塊 這個美金的比特幣 耗掉電費卻將近5000美金 這花下去的錢 是賺回來的17倍 等於是挖越多賠越多啊 專家也指出啊 這個薩國的火山 的確是可以提供地熱發電 那不如就好好發展替代能源啊 減低國內的電費 減少對石油啊天然氣的依賴 專家還指出 薩爾瓦多負債累累 今年初跟IMF商量這個貸款13億美金 說要補足今年跟未來兩年的財政缺口 政府都快沒錢了 還在搞什麼比特幣 難怪就引發了寧願 布格雷呢就是為了要分散注意力才又提出 比特幣成的構想的 下任政府要是換人這個爛攤子都不知道怎麼收的 不過照目前來看呢抗議聲浪應該是沒什麼用了 因為布格雷從2019年上台之後 薩國越來越走向專制獨裁 像是今年就突然就把法官啊檢察官換成他的親信跟聽話的人 還把國內的反貪腐機構呢就解散了 那當地的報社也因為調查政府跟幫派的秘密交易 調查記者呢就竟然直接被他驅逐出境了 原本總統不能夠進血連任也被他修憲改掉了 所以我們在外面看呢覺得布格雷很離譜 但是很多薩爾國的民眾只看到他雷厲風行的打貪 降低了國內幫派這個犯罪率 認為他是這個國家的希望 雖然這一周呢美國才指控所謂的這個降低幫派的犯罪 其實政府跟幫派私下協議的一個假象 但他支持度還是很高喔 民眾也看好他會連任 那也有專家指出其實也不能全冠被布格雷亂來 布格雷會想用比特幣來當法定貨幣 還不是美國害的 因為從2008年金融海嘯開始呢 美國為了救那些大到不能倒的銀行 就實施量化寬鬆的政策 印了一大堆美金 美金貶值就造成嚴重的通膨 這就讓許多把美元當法定貨幣 經濟相對弱勢的拉美國家就受到嚴重的衝擊 讓很多人認為去中心化的比特幣才是最好的選擇 其實薩爾瓦多如果是個經濟體質好的國家 花點時間打造個比特幣的金融系統 搞不好真的還能成為好榜樣 但薩爾瓦多這種實驗方法 就好像沒有手套附近就在那邊實驗來實驗去 把沒有看過的化學原料 這個混上那個還加個熱 這樣真的好嗎 就是在巴sil瓦多瓦地 génér 對天嗎 Naomi viele